PS5如何本地同屏双人玩暗黑破坏神4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我这个PS5是国航光驱版备份的港服 港服的主账号是这个白手柄 用这个账号购买的这款游戏 那这个红手柄可以绑定另外一个港服PSN账号 或者国服的PSN账号 我在之前的视频中说过了 一个PS5在恢复港服账号的时候 如果你有两个得需要一起恢复 这样很麻烦 但是我也测试成功了 如果你用的是国航PS5 而且只备份了一个港服账号 也不要紧 可以重新申请一个国服账号 然后绑定报学国际服账号 记得要进邮箱 给他确认一下邮件 首先我先切回我的主账号 再设置用户与账号 其他主机分享和离线游玩 这个要打开 默认是没有打开的 打开这个之后 我这个机器上一共登录了三个账号 这个是我的PSN港服的主账号 这个是港服的小号 这个是国服的账号 用这个账号购买的游戏 用这两个账号 也可以重新游玩 这个进度各算各的 我发现 暗黑4它的游戏存档 是存在服务器端的 并未在本地端 另外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这个叫小白小号的 它是一级的 刚开始 这个叫小白的 它是十三级 如果我用这个小白十三级的玩 然后用这个小白小号一级的加入 是加不进来的 它需要完成一定的进度之后 它才可以加入别人的游戏 最后再分享一下 2P怎么加入游戏 首先用一个手柄绑定一个账号 先玩进入游戏 然后另外一个手柄 然后按PS键先登录 登录之后 它也会选择一个账号 第二只手柄登录进来之后 在游戏中就可以看见P2已连接 然后按二号手柄的这个键 它正在登录 登录战马 和它重新开始玩游戏的那些进度 是一样的 这我就能看见我这个主账号 十三级的一个存档 然后按S键 这样两个人就可以一块玩了 如果想推出怎么办 如果想二号手柄退出 按一下地图键 切换到游戏 选择离开 注意看右上角玩加二 发表后退出游戏 方块键 立即离开 这样这个二号就没了 这个一号可以继续玩 你学会了吗 这一号可以继续玩